大家好,我是宣問,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是股災月三大火頭 談談談股情況,今天港股走勢相當反覆 高開後,早段曾經很威風,升幅多一點 一度達到23,780點,升幅500點 其後無以為計,慢慢回頭 升幅一度達到不足100點 最後美市再發高相片,升183點,收23,459點 成交983億,不算多,但都比昨天多 今天的市能夠向好,其中既攻是關於阿里巴巴 今天是3.8%,突破了下降軌 誠是英俊,加上內房股今天厲害 內房股就受到恒大的利好輸入推動 今天就向好,其中1.109升至5%,成為市的上升動力 只不過,傳統經濟股,特別是金融股,仍然是弱勢 包括昨天節目看到,有些危危負的充關股 其中有邦,逆市下跌0.3%,以至匯豐都是逆市下跌 令到市,升幅不能夠擴大不止,還不斷縮回頭 說回整個市形勢,今天的市能夠升,可以從兩方面解釋 其中一方面,從消息面解釋,都可以理解去升 因為今天很多消息都是向好 其中一個就是,大家都盯緊緊緊緊 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第一場辯論 由特朗普對拜登 雖然兩位老人家的表現都可以說是佛善捉塵 有些網民或者記者評論 有些就說,好像兩個小學生吵架 有些就說,好像兩個喝醉了的老頭子在鬥鬧 總之一場混亂的普遍說法就是 而且經常出現搭聲,大家說話,搶咪 另一方面,特朗普經常打斷人 70次打斷對方的發言 以及主持人都辯論了一輪 總之一塌糊塗的,整個選舉的辯論 但是你不要理會多混亂多荒謬 但是辯論期間,美股就做好 亞洲時段做好 原因就是可能跟整個辯論主族沒有說中國有關 特別是香港方面 因為美股期貨早而上升 港股能夠跟跟中國方面的議題 並未成為雙方交鋒的重點 主要說疫情,說其他陋陋陋陋的東西 沒有一起大鬧中國 所以對港股方面,算是好消息 這是第一個消息 第二個就是內地的經濟數據向好 就是PMI,那一份無論是製造業之類 服務業的PMI都是盛預期的 數字都不錯 譬如製造業去到51.5 去到六個月的高位 比預期為好 顯示服務業 顯示製造業的情況仍然良好 至於服務業更加厲害 因為去到55.9 這個數字比上個月增加0.7%之餘 更加在3月以來持續在50%之上 在3月以來一直在擴張的內地服務業 而且這個數字 55.9 是2013年以 2013年11月以來最高 換言之7年 7年來的高位 顯示內地的服務業向好 所以都支持中置股的氣氛 第三方面就是 錢繼續來到香港 金管局繼續駐資銀行體系 暫時是124億 這錢不斷流進來 普遍相信 跟螞蟻快要上市有關 招股 錢流進來就準備認購螞蟻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螞蟻就令到阿里巴巴的投資氣氛 都是非常英俊 剛才說的今天是破位的 詳細說一點 就是突破下降軌之餘 20天線都穿上 還有穿上這個 黑色箭咀指著的位 這個位是甚麼位 前浪頂 反彈浪頂 換言之扭轉了一浪 低於一浪的走勢 所以阿里巴巴是英俊 3.8% 亦都是阿里巴巴英俊 對科技股指數 是一個提振的作用 成為市 向好的其中是動力 這是第三個因素 第四個因素 就是恆大 恆大剛才說過 分拆消息 宣佈了 分拆恆大物業的主板上市 消息一出 恆大勁抽 看看圖 差不多20% 高位收市 突破了降軌 整個形勢扭轉了 弱勢 至少淡意大減 刺激了內房股 所以種種消息 都是有利廣估 這就是消息面 另一方面 昨天節目提及過 美股這幾天不斷升 是不是跟季節有關 因為今天就是第三個季節 會不會是不同的人 在季節臨近 做一些事情 特別是 這個季節之後 今年特別長 假期 香港幾天 內地更加長 會不會是季節之餘 做些事情之餘 如果之前淡倉做開的 現在平減一點 所以令市場一度推上五百點 最後保住百多點升幅 是不是有關 所以今天的上升 可以從這兩方面去理解 今天升完之後 進入苦災月 即是十月除了 所謂的苦災月 究竟會怎樣走呢 回到點題的幾個字 苦災月三大火頭 現在有幾個火頭可能 會影響苦災月 看看這三大火頭 會不會燒得著 會燒得慌慌含含含 對於市不利 大家留意 第一個 當然先講講美股 美股呢 雖然說最近升了一些 但整個形勢 未至於好轉 仍然有一個向下的趨勢 維持著 我節目多次都提過 受制住的位置 就是兩個黑色箭咀寺 小雙頂 看回剛才阿里巴巴的圖 阿里巴巴扭轉了反彈的高點 即是升穿了反彈高點 扭轉了一浪低於一浪的走勢 但相反 見到美股並未出現這種狀況 這兩個很明顯是跌落的其中一個反彈的高點 但這陣子彈上始終穿不到 仍然受制在11300左右 這個水平 未扭轉一浪對浪 所以美股仍然有可能燒著 留意著 特別是看到 受制20天線 雖然剛剛升穿了少許 因為1108420天線 但是很明顯是20天線 在糾纏著 未扭轉 所以20天線的阻力仍然要留意著 這就是美股 第二個是美匯的火頭 都是無獨有偶 都要看著20天線 美匯火頭會燒得著 就是看20天線 會不會守得住 守得住 反覆向上趨勢 可能會維持住 到時起碼新興市場的情況 是有點頭呎 見到20天線就不斷上升 而正正 20天線 到達 之前有節目提過 突破頭肩底的項線 頭肩底的項線 有權再彈多一點 去到95.7度 就是這個前浪底的阻力 現在未去到 會不會是今次會回 就是一個回試後抽 試一試 這個頭肩底的項線 然後再發回頭 再次挑戰95.7度 這個前浪底的阻力 這個要留意著 如果真的到時這樣走 就會這個火頭燒得著 所以大家留意著 這個 第三個火頭 都是跟新興市場有關的 就是 亞塞巴僵和亞美尼亞在衝突 這個衝突 今天繼續是 繼續 並未平息 雖然 各方都出來 叫他不要衝動 停火 和氣生財 但是 暫時未平息 大家留意著 這個衝突 會不會是 土耳其的新手 這個是市場最關心的 因為土耳其 近來 李拉已經不斷跌 大家都怕他 就介入 因為土耳其最近 就周圍都燃火頭 剛才說過 亞塞巴僵和亞美尼亞衝突 好像想介入 幫亞塞巴僵打亞美尼亞 有這樣的態勢 大家擔心 與此同時 在敘利亞又有些火頭 和希臘 又在那裡爭 在地中海 在東面的地中海 現在發現 可能有油田 現在油在那裡爭 所以土耳其可能幾方面 利比亞也有些想插足下去 幾方面都要搞 但是 土耳其自己的角力有多強 所以大家很擔心 搞得會不會土耳其 搞得自己搞不定 土耳其不定 整個申請市場 可能就受到燒拖累 就是炸起火頭 所以大家留意著 這三大火頭會不會燒得著 當然 這三大火頭燒得著的同時 都要看恒生指導自己的走勢 現在走勢很明顯 它的阻力就是二十天線 這也是有近期節目經常看的 保力加通道中逐 如果破到這二十天線 整個形勢就會好很多 如於破不了之餘 剛才說的三大火頭又燒著了 十月古災月 大家真的要小心 講到這裏 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的收看